今天讲一个神秘女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朋友小川身上 小川是穿娃子 四川男人有个特点 就是爬耳朵 对老婆百依百顺 听老婆的话 小川就是一个典型的爬耳朵 见了老婆腿脚发软 或像老鼠见了猫 他这个老婆很神秘 用他的话说 就是找了二十年才找到的 他这个老婆那二十年 去了哪里了 这是一个秘密 我们要从头开始讲 先说小川的父亲老川 老川是一个转业军人 生性脾气暴躁 属于开口急骂 伸手就打那种脾气 这种性格在部队还好一些 后来转业后 分到了一家国企保卫科 也是老和别人有纠纷 后来小川母亲受不了他的性格 和别人私奔了 这下老川更是开启了狂暴模式 开始每天暴打小川 打得他每天鬼哭狼嚎 简直就像犯罪现场 而且老川这个人特别轴 就是你不劝还好 越劝他越来劲 甚至有时候上来劲 他连劝架的人一起打 这样久而久之 再也没人管他们了 老川暴打小川的行为 在他初中二年级时终止了 确切地说是被人拦住了 拦住他的是一个女老师 小川说那是一个从外省 调过来的女老师 姓喜 喜老师长相温婉 举止优雅 慢声细语说普通话 还会给他们读诗 讲孩子 故称穿断康城 完全不像他们那个小城里 泼辣蛮横的女老师 不过他彻底把小川迷住 还是因为他制服了老川 是的 他轻松就制服了老川 不是一粒夫人 而是一粒夫人 小川说当时喜老师 去他们家做家访 走到门口听到他的惨叫 估计是以为他遭到了毒手 立刻破门而入 进屋后 喜老师发现 小川正被老川抡起来狠揍 他一手就推开了老川 单手提着小川往外走 就像拎着一只小猫 就在他要走出大门的一瞬间 老川刚反应过来 估计也是恼羞成怒了 突然就丢过来了一只哑铃 那只哑铃很重 轰一下就朝他们 飞了过来 而喜老师背对着老川 而且一只手还拎着小川 根本没办法躲避 小川说 他当时在喜老师的手上 看得清清楚楚 说实实那事快 喜老师伸手在小川腰上一拽 就抽出来了 他裤子上的皮腰带 用手轻轻一抖 轻松用腰带卷起了哑铃 然后抛了回去 接着从容出去了 他后来回家后才知道 喜老师轻轻一挥 那个哑铃擦着他父亲的头发 嗖一下飞过去 深深陷进了墙壁里 看似纤细文弱的喜老师 竟然还是个武林高手 小川立刻被他迷住了 他开始研究喜老师的一切 他给大家背的每一首诗 他给大家推荐的文学作品 他喜欢的作家 尤其是喜老师自己写的文章 对 喜老师还是个文学青年 喜欢写点东西 有一个类似日记的文学本子 有时候也会给同学们分享 他估计以为都是一帮小屁孩 什么都不懂 所以也没太防着他们 没想到 小川当时把他的文学本子 全部抄写了下来 每天研读 想要多了解喜老师 结果越了解 他越觉得喜老师神秘 就在他越来越迷恋喜老师的时候 喜老师突然失踪了 他是突然失踪的 学校甚至发布了公告 请大家提供相关线索 小川当然很着急 他给老川弄了一瓶酒 请老川帮着打听 老川咕咚咕咚喝完半瓶后 红着眼睛跟着说 老子早打听过了 结果他的身份是绝密 小川不明白了 绝密是个傻子 老川给了小川一拳 你懂个屁呀 绝密就是咱们小老百姓 高攀不起的女人 小川很迷茫 他迷失了一个时期 不过后来他终于醒悟了 他觉得自己要进步 首先要考上 喜老师当年念的大学 这样才能找到他 他觉得 喜老师肯定是被坏人抓走了 在等着自己解救他 他的学习成绩本来很差 后来发奋图强 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 后来又考上了 北京一所很不错的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他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因为这是喜老师念的大学 他终于离喜老师更进一步了 进入大学后 他开始寻找喜老师 却没有找到 是的 他找了喜老师那一届的学生名册 以及找了许多老师 他们都确定 学校并没有这个人 他当时很失落 觉得喜老师是否在日记里撒了谎 他其实并不在这所学校 或者他当年讲的 其实是另外一所学校 只是自己推断错了 甚至于 喜老师是否并不存在 只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呢 他几乎要崩溃了 有一次他和食堂大妈聊天 食堂大妈说 自己在这个学校待了三四十年了 自己心善 看到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 总喜欢多给他们打点饭 所以很受学生爱戴 还有同学毕业后来看他的呢 小川想了想 掏出他从学校公告兰老师介绍那里 撕下来的喜老师的照片 给食堂大妈看看 还记不记得这个学生 他其实并不抱希望 虽然这所学校很小 但是几十年了 进进出出的学生那么多 他怎么可能记得呢 但是没想到 食堂大妈看了一眼 立刻说认识他 他很奇怪 问大妈有没有可能认错 大妈一口咬定 说错不了 大妈跟他说 这个女生特别怪 她每次吃饭 都坚持用自己的碗筷 打得饭很少 而且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吃饭 他有一次以为 这个女生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 吃不起饭 就特意走过去 给他塞了两个包子 结果女生表情很奇怪地还给了他 告诉他不用费心了 他从不吃学校的饭菜 都是自己带饭的 平时打饭只是做做样子的 当时食堂大妈就特别生气 觉得这个女生真是矫情 你不吃食堂的饭 你来食堂干什么 而且还装模作样打饭 真是矫情 简直有病 食堂大妈从此就开始关注他 结果没过多久 也就一年左右吧 这个女生就离开了 大妈说 估计是被学校开除了吧 小川赶紧问他 知不知道那个女生是哪个系的 大妈说 这个还真不知道 他从来都是一个人 也不和别人说话的 是一个怪人 小川心里涌起了一股希望 起码正明系老师的确在这座学校念过书 他是真实存在的 他按照习老师的日记 把他去过的地方都利用寒暑假一一去过了 像秦皇岛北戴河 辽宁葫芦岛 黑龙江基西 吉林长白山 广西阳朔 云南景洪 广东珠海 新疆伊礼 然后在标志性景点都留下了一行字 习老师 我很想念你 很快 他毕业了 他选择了离学校最近的一家单位 在中关村一家鼎鼎大名的互联网公司 他无语无求 也不谈恋爱 经常自愿在公司加班 所以很快混成了中层干部 有一年 他去浙江某地参加互联网大会 结果在会场上竟然看到了习老师 真的是习老师 他还是那样 温文尔雅 优雅大方 像是从未沾染过烟火器 他就站在台下傻傻地看着他 觉得整个世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就这么傻傻地看着他 直到他消失在了舞台中 他怅然若失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说你的手机掉了 他才答应一声 失魂落魄地捡起手机 却发现手机里塞了一张名片 是一家酒店的名片 上面有人写了一个房间号 落款式习 他浑身颤抖起来 赶紧把这张名片塞进了衣服最深处 赶紧赶去那家酒店 到了酒店房间 他就发现 习老师站在房间里等他 习老师微笑着看着他 你好啊 小川同学 没想到都长那么大了 他俏皮地笑了 你小的时候 我可是还抱过你呢 小川站在那里看着他 像是看着太阳 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懦懦地开口 习老师 习老师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习老师就叹息了一声 过去柔乱了他的头发 说 小傻瓜 追查了我那么多年 原来就想问我一句 过得好不好啊 小川点点头 习老师皱眉说 我过得不太好 小川紧张起来 张嘴说 那 那个 那个 习老师就笑了 说 骗你的 小川也像个孩子一样 咧开嘴笑了 习老师说 好了 你问也问完了 还想做点什么吗 小川鼓足勇气说了一句 习老师 我能和您合个影吗 习老师放声笑了起来 笑得摇曳多姿 笑得躺倒在床上 顺带拉倒了小川 一夜无眠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个礼拜 最后一天 习老师说 我们出去逛逛吧 他们跟着当地人吃早点 听起 逛集市 最后 到了一个地摊上 习老师说 送我一个礼物吧 小川点点头 送 什么都送 习老师俯身 选了一块黑色的电子表说 给我戴上 小川老老实实给他戴上 习老师说 这是第二次 有男人送我表 他说 我也送你一支表吧 他捧着小川的脸 用红唇在他脸上印了一个手表 他摸摸他的脸说 忘了我吧 小傻瓜 好好生活 说完 飘然而去 小川顶着红唇 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他 消失在了人群里 这个故事 是小川亲口讲给我的 有一年 我带他去南澳钓 钓吹铜仔 就是小鱿鱼 当时戚风苦雨的 别说小鱿鱼了 就连个水鬼都不上钩 我们在船头熬到半夜 实在熬不住了 就让渔民下了急往 搞了一些毛毛虾 弄了一锅海鲜粥 又搞了点土酒在船上喝 那生虾粥极其鲜美 土酒也激烈 海风吹拂 大海禁忌 久之半憨 他就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他的爱情故事 我当时还年轻 才二十郎当岁 还理解不了这种长久的苦恋 只是对一夜无眠的内容很感兴趣 后来他就恼火了 把我一脚踢到了海里 他妈的 害得老子感冒了一周多 去年年底 广州一个老大哥来苏州找我喝酒 老大哥以前也是军区大佬 常年驻扎在南疆那边 我就问他 部队那边有没有什么神秘知识 我好写故事 结果他说了几个 都属于绝密级别 完全不能写 提都不能提 只有一个事情 还有点意思 他说 他当年在新疆的时候 部队主要是抓生产 偶尔也会有一些地方上 处理不了的恶性事件 他们那边也会帮着处理 当时他就遇到过一起特别恶劣的事情 他说 这个事情是这样 当时有个上海知青去了南疆 带了好多年 都结婚了 后来得知知青又能返乡了 他就动了心思 死活要回大上海 但是当时的政策是 结婚后就不能回去了 所以 这条不符合 他走不了 这个上海知青就问 那我老婆要是死了 我能不能回去 上面就回复说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等遇到过再分析吧 这个上海知青就回去了 结果没过多久 他老婆就死了 而且是非常恶劣的凶杀 脑袋都被人砸了个稀巴烂 这种事情一出来 所有人都认准了 肯定是那个上海知青干的 但是那个上海知青 有非常完美的不在场证据 他那几天在县里批改试卷 好多人都能证明 大家就想 这个知青肯定是顾兄杀人了 反正肯定和他脱离不了关系 当时地方上处理不了 就把知青弄到了部队 让部队用专业审讯试试 当时他就请了部队的专家去审查他 专家还是厉害的 不打他也不骂他 就是笑眯眯地跟着一起抽烟 随便聊点家常 聊到最后 就聊到了他知青下乡前 老母亲老泪纵横 把全部积蓄都掏出来 给他买了一个名牌手表 他每天戴着 看着手表就像看到了老母亲 专家点点头 说 是啊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不过你手上好像没那个手表呀 知青明显慌了 支支吾吾的 说手表前几天坏了 被他送去修理了 专家点点头 扯了点别的过去了 审讯结束 专家马上通知 说这个知青肯定有问题 关键点可能在他的手表上 马上去找这只手表 大家按照知青的说法 去维修点看了看 根本没有人修理过手表 部队马上发动群众 征集手表线索 结果线索很快出现了 有人举报说 知青的手表 在一个小女孩手上戴着 是一个念初中的女生 只有14岁 他们就把小女孩带了回来 问他手表是怎么回事 小女孩怯声声地说 这只手表是他捡的 他们就问小女孩在哪里捡到的 小女孩就带他们去 时间地点都没问题 而且是一个通往外地的三岔路口 完全没法追查 这个线索就这么断了 我这个老大哥当时就很愤怒 决定不管怎么样 也要狠狠揍那个知青一顿 哪怕后面被处罚也认了 他把那个知青叫到审讯室 狠狠一排桌子 叫到混账东西 你看看这是什么 知青看了手表后 吓得明显一正 他看着有戏 又狠狠一排桌子 说他已经招了 你还不承认 知青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说都是他干的 跟我没关系啊 他们连夜突击审讯后 才终于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知青是当地的语文老师 也属于颇有才气的那种 也会写一笔好文章 所以好多女生都很崇拜他 这个知青嘛 也借机勾引小女生 当时有个小女生很爱慕他 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14岁的小姑娘 那小女生找他聊天 他就很丧气地说 自己这辈子完了 要被那个死婆娘害死了 小女生就问他 那怎么办 知青就说 有什么办法 除非他突然死掉 小女生就说 那我帮你把他杀了吧 他们商量了一个方案 知青提前两天去县城批改卷子 以免后面被牵连 这个小女生就提前两天躲进他们家地窖 半夜爬出来杀死知青老婆 因为地窖是全黑的 在里面感受不到时间 所以他问知青借了块手表 方便看时间 他在地窖里等了两天 在凌晨两点半偷偷爬了出来 用了一块尖石头 把知青老婆杀死了 我那个老大哥听他讲述完也是毛骨悚然 觉得这么小的姑娘 竟然敢独自躲进地窖两天两夜 还敢杀人 而且后面被追查到还那么波澜不惊 这他妈的还是人骂 不过证据缺凿 也没啥好说的 当年司法系统也没那么完善 知青很快就枪毙了 但是小姑娘却没有 后来来了一个神秘人 把他给带走了 我问他 那是什么人把他带走的 他说某个不能说的神秘部门 我说这样也能带走 他就叹气说 谁说不是啊 老子当年也恼火 觉得年纪轻轻就敢杀人 长大后还了的 他不服气 就去找上级 部队系统和地方系统不一样 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 别看在下面就是一个小连长 可能以前做过首长的前务员 各种关系都能找到 他当时就找了他的老大哥 老大哥听了以后也很恼火 觉得这不是不负责任瞎搞吗 胡闹 当时就拍了桌子 让人继续去查 结果查了几天 老大哥就掩齐息鼓了 叫他过来喝了长酒 说算了算了 那个部门嘛 咱们惹不起 算了 进那个部门 也不一定是好事 就当他是戴罪立功 将功赎罪吧 他说 自己当时记得很清楚 小姑娘眼角那里有一条淡淡的疤痕 是当时藏在地窖里划伤的 我也很感慨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好说 好家伙 真得是好家伙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前几天 小川给我来电话 说 他要跟西老师结婚了 疫情严重 他们就在离北京最近的景点 也就是他第一次找西老师去的地方 北戴河的山海关拍了一张结婚照 他给我发了照片 一个骄傲又有些落寞的姑娘 眼角有一处淡淡的疤痕 旁边的小川傻乎乎的 笑得嘴角地动山摇 我看着照片 突然觉得嘴里很苦涩 不知道说什么好 也不知道该不该祝福他 最后 我只能淡淡的说一句 小川愿你幸福 小川愿你幸福 小川愿你自己看得到